在Vidual Studio各位应该已经会除错了吧 那Eclipse要怎么除错 那我们以这一个Vector这个例子 那我可以在一个行的前面 我点两下它会跑出一个蓝色圈圈 这种蓝色圈圈就是它的中断点 那我要除错的时候 我不是按这一个RUN的按钮 我是按这个Debug的按钮 那当我按这个Debug的按钮的时候 我按下去 它会问我说 你要不要切到那个除错视窗 除错画面去 那我按是 这时候它会跑到除错视窗里面来 那跑到除错视窗里面来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说 那它现在正执行到哪一行 它会用绿色的反白 那这时候呢 你可以看一下这里RUN这边 它有所谓的Step into和Step over 这都跟Vidual Studio的是一样 只是它的快捷键不一样 这边的Step into是F5 Step over是F6 那我这边我就用Step over好了 那如果你不想进入函数 你就用Step over 如果你想进入函数 你就用Step into 那我们来测试一下看看 我现在用F6按下去 它是不是就往下了 对不对 那你可以看到它这边会写出X的内容 每一个变数区域变数的内容 OK 那我再按F6 这样子 这时候跑出Y了 再按F6 你可以看到除了这边有显示变数的内容以外 它这边还把输出印在这里 看得到吗 123印出来 那这时候我想 我想要进去看看Print到底是怎么运作的 所以我用Step into F5 F5的时候它就跑进来 那我就可以让它一个一个跑 F5 那你可以看到I一直在变动 这边I一直在变动 F5 好跳出来了 所以I就自动不见了 因为它已经离开它的领域范围 那接下来再按F5 又跳回去了 那接下来Z被分配出来 但是Z这时候你可以观察到 它是0 对不对 它是0 那奇怪的是 它跟这个的写法不太一样 它目前怎么只有一个0 有下面 藏在下面没看到 OK 所以它应该是三个0 这才是对的 好 那这时候我再进去观察一下 ADD到底是怎么做的 那我就按F5 我想进去观察 那这时候你会看到 Ci等于Ai加Bi 那C目前还是0 A44 B4123 A是456 B4156 A是123 但是其实你看这边 我们自己的输出就知道了 那有时候这个 你一直在展开来展开去 做除错其实不方便 有时候你还是最好把它输出一下 那这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 OK C在这里 有一个好处是 它可以立即观察 每一个值的变动 那我们再按F5 你可以看到C变成5.0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它就1.0加4.0 所以对的 那C1变成7.0 因为是2.0加5.0 是对的 C2变成9.0 它是3.0加6.0 所以是对的 那这样就跳出来 那最后印出来 我就想说 不要再追踪进去了 OK 接下来我们观察一下 DOT就是内积 这个怎么做 那一进去 Result是0 对不对 那看Result等于 加等于Ai乘Bi 加等于Ai乘Bi的意思 就是Result等于Result 加Ai乘Bi 那这加等于 只是个从C元继承过来的一个缩写而已 那再来我们就继续F5 你会看到一开始它变成4.0 为什么是4.0呢 因为1.0乘4.0先加进来 所以这个1.0乘4.0先加进来 再来继续按F5 那变14.0了 这个4加上2乘1,5就10 4加10就14 所以没错 那再来 变成32.0了 那就是再加上18 就变32.0 好 那最后呢 一样跳出来 传回来的结果 SY SY在这边 32.0 最后就印出来 印出来 S乘Y等于32.0 OK 那这是整个追踪的过程 那我建议各位 自己追踪一次看看 但是 现在有一个问题 追踪到最后 你到底要怎么回去 这个画面 目前我们是在这个Debug Perspective 这个地方 我选这个键号 它会出现Java 你这样子才可以回去 那你也可以先把它结束掉 但结束掉 它并不会回去 你还是要选这个 它才会回去 那你想再度切到的时候 你Debug的时候 它会进来 那 现在 因为在Java的画面 所以不需要回去 所以这个是按的 那当我在继续Debug的时候 它又会爬进来 所以 这个除错 其实基本上 还是蛮好用的 跟Visual Studio的差异 有一点点 但是 其实它功能也不错 也跟Visual Studio 几乎非常接近 那我们就